我今天在分享两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就是移民局 这个网上看到的新闻 移民局的网站 近期是频繁发布招聘广告 在USCIS移民局的推特上中 大家上网也可以看到 它频繁的在发布 一直在发布招聘员工的通告 然后明确表明 就是计划招聘4400名员工 来协助处理申请 以满足运营要求 完成我们的目标 今年是28万 但是你不要觉得28万这个人很多 28万的这个名额是往年的两倍 但是呢 分到亚洲地区 大概就是14万左右 然后分到中国大陆地区 大概只有一万二 这就是这个我告诉你 干什么事一定要抓紧时间 你别犹豫 很多事情就是 任医生当中是很短暂的 很多事情就是你一犹豫 这个事情就错过了 改变你和改变你家人的命运了 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是第一个 这是今天的这个移民局也在招聘 我们也在招聘 这个这是今天分享的第一个事情 然后第二个事情呢 很多人说这个 这个大陆在控制这个出境 今天呢 你看啊 一个是我这边一个是北京市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然后2022年的5月13号 还有一个是上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2022年的5月13号 同一天啊 广州市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2022年5月13号 同一天 北京上海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同时辟谣 继续为赴境外留学就业商务和来华进行贸易科技活动 以及人道主义等 确有紧急必要事由的人员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 我可以跟你讲 我很负责的跟你讲 移民属于必要出境 而不是非必要出境 非必要出境是出来玩 你不是出来玩 你是全家移民 根据这个相关国家的规定 移民 你必须要给你办护照 必须要让你出境 而且最近拿着B1B2也就是美国旅游签证 来美国就医啊 或者是探亲的这些人啊 都是我身边认识的 完全没有问题 所谓的劝反 你不要听那些谣言什么捡绿卡呀 什么捡护照啊 我告诉你这些东西 很多东西 很多事情你是经不起推敲的 绿卡是什么东西 就美国的绿卡 它是代表着美国的国家主权 任何一个国家 它没有人 没有权利去捡你的这个绿卡 明白吧 这个东西我是不相信的 很多事情你是需要去用脑子去推敲的 然后这个事情呢 十有八九 就是吓唬那些想出来 然后呢 又没有什么十足的理由 要出来的这些人 然后就给你吓回去了 你你这些事情 我不想再去说太多 就是说 你要用你的脑子去想想 这个你要自己去判断一下 你买张机票 到机场 你看看能不能出来 你不要听别人去说 你说网上传 然后消息不好 都不让出镜了 你这些东西 它能吓唬住一部分人 确实是这样 但是 不代表你听到的就是真实的 你想想你从小到大 听到的东西有多少是真实的 这个我曾经在宣传口工作 我特别清楚这些消息的来源在哪里 目的在哪里 但是 我不能跟你讲 因为这个东西 涉及到的内容有点多 我还不想去 连累我自己 让我的这个脸都违法 我还不想这么去做 虽然说我现在人在美国 虽然说我现在我们家人都在美国 但是呢 我也不想 让我就是 让我以后就不能回去 那今天的这个消息就分享到这 好吧 然后希望大家在移民美国的路上 一切顺利 不管你找不找我 找不找我们这个律所来办你的这个案子 我都希望你能顺顺利利的早一天来到美国 然后我们美国见